一大早,好门媳妇西梦瑶就更新社交网,她在生产前录制了多段视频,跟大家分享她在运期使用的产品。 明明是嫁给了富二代,但西梦瑶在坐月子期间都没有停下来,产后短短两周就发布了三篇存货,既保持了曝光率,还能给商家带货,赚点零花钱。 结婚前,何游君就说过,她不是那种问家里拿钱,黑卡热刷的富二代,要求西梦瑶跟她一起打拼,婚后,西梦瑶除了连生两胎,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工作量,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。 最新发布的视频当中,西梦瑶在留言里汇报了产后最新情况,她表示已经卸货两周,自己跟宝宝都很健康。 西梦瑶在视频中爆料,孕妇要承受的挑战跟压力太大,包括她本人,同时要背负着工作的压力,社会的压力,还要忍受身体不舒适以及身材变形的痛苦。 事实上,虽然西梦瑶一再强调自己运气发胖,但媒体拍到她产后几天前往月子中,